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这本一书 想不到在夜以继日的努力 及众多善缘的帮助下 只用了十二载功夫 在耳顺之年 这本一书就已趋近我心目中的圆满境界 我自信这本一书可以流传久远 所以趁在板之际 对此中姻缘做个交代 原始点是2003年 在我内人施淑珍 因乳癌经中西医治疗都无效 仍已入住安宁病房 只求好死的情况下 为了缓解她的疼痛 彻底抛开中西医学 一切归零 直接从内人身上点点滴滴 开始研发的 这些过程在我讲座视频中 有详细交代 各种干苦 不再坠述 可以说 没有内人的这场大病 就不会有原始点的研发 所以原始点 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 早期发现大大小小的开关 有十几处 经过比对山泰小开关 做最大限度的精简 最后归纳为一条脊椎 与七处原始点 并总结出 每一处原始点 涵盖范围的规律 每日细心钻研 足足花了五年才完成 由于每处原始点位置 都是找遍患者全身 且经很多案例 反复验证 才归纳出来的 这一按推技巧 也是从患者的感受中 不断加以改进完善的 关于善用外内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主要是观察患者 有体力虚弱 或组织受损 建议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所以这本医书 是放空之鉴 如实观察归纳 完全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而写的 由于原始点的效果写著 深受大众喜爱 故在研发尚未完善之前 就已有很多邀约演讲 但自己擅长临床 却着意表达 更不善写作 为了使民众容易明白 强迫自己编写教材 于是在2006年 就有了这本医书的出版 早期 早期此书内容 基本就是操作之难 没有什么理论 只需具足信心 老老实实照着去做 就可以解决很多疾病 然而 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 我发现 患者太依赖现有的医疗 以致轻忽本身的自愈力 造成往外追求打针 吃药的多 肯内求自我调心 运动的少 因此 如何让民众了解 从日常生活中 去改善体质 增强体力 自愈力 才使健康长寿之道 就变得非常迫切了 因为事关 无数民众的健康与生命 深感责任重大 所以 字字推敲 句句斟酌 百遍千遍 不厌其烦 要求既要通俗易懂 又要解明恶药 且唯恐表达不如实不圆满 因此 所有文字的背后 还要有实证案例的支持 期间 常常为了改动几个字词 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文以达意 或为了阐明一个观点 苦思多月 最后才破茧而出 虽然如此努力 整个架构及内容 以略据雏形 但离心中的圆满境界 还有一段落差 为了弥补落差 追求圆满 此书才会一版又一版的修订 在推广原始点的过程中 基金会不断收到世界各地 寄来的各种案例 使原始点保健疗法 获得更全面的验证与充实 还有很多原始点爱好者的 借言与提问 他们分享的成功与失败 都让我反思审视此书的 不足之处而加以改进 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所以原始点医学的研发与完善 是众多的因缘际会所促成的 感谢这些帮助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老师 那些受病苦折磨 甚至付出生命的患者 是他们教我放下个人之鉴 走出医学困境 让我不仅看清生老病死的现象 还找出解决疾病及延长寿命的方法 原始点医学 得来是如此的不易 希望大家能珍惜 同时希望所有推广原始点的人 能够坚持公益服务 视病如亲 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 存善愿 献爱心 给民众多一份问暖 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 自利利他 以解决人类所有病苦 这也正是我研发原始点的初衷 大家之所以发心推广原始点 是为帮助病人利益众生 既然如此 就该虚心学习 深入此法 才能提升能力 顾好自己的身体 圆满自己的发心 再者 原始点是以病为师 所以 与其说是帮助病人利益众生 不如说是学习 尊师重道 与成就自己的 无私奉献 总之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是医界的一大事因缘 此生何其有幸 能参与其中 贡献心力 我心怀感恩 诗人今后 若能因此受益 我这一生 就没有白来了 张昭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